看见前面晾的这堆蘑菇了吗 大家猜猜谁去猜猜 我爸跟我妈前两天又进山了 采了点蘑菇 啥品种都有就那么一堆 今天我来我姐家给她做黑暗料理的 买了一个青芒 前两天我不是在家点了个外卖 吃那个辣椒拌水果吗 我觉得特别好吃 然后我家里正好有点那个云南的蘸水 今天来做一个辣椒拌芒果 让我姐尝尝 反正我是特别喜欢 我觉得我喜欢的东西我姐也不会差 你别把我串倒了 可好吃了真的姐 你说是我来切还是你来切呢 不是你怎么办 我撒辣椒面 我刀工不行 来吧他这大芒果交给你了 你再买硬一点就好了 有点软 糊还挺大的 中间再来一刀 不是切丝吗 不得就这样就行中间来 咱有这条件咱不切丝了 这样吧 嗯 什么黑暗料 你等着我带上云南玩去 我带你吃 等了 等了啥时候 我 反正肯定能带你去 完了我自己淘钱了 不得 怎么可能让你自己淘钱呢 那把我那份淘出来 先吃几块记住这个味道 哎呀 行了 这碗老辣了 这好像半个盘 应该拿大盘 我老辣妹是管糊糊不管熟 是吗 哈哈哈 哎呦 吃精炼的 可能能吓到我 好像半锅吧 我算一下啊 我那天买的那盒 可能有这个一半多 但是里边什么水果都有 花了28块钱 今天我买这个大青黄呢 这么一大个13块钱 拌的这一盆不熟 我姐还造了瓣辣 小瓣辣啊 然后这个蘸料 是我家之前买的 我也忘了 应该是几块钱 那也就是说 今天这一顿花不到20块钱 是吧 算数好吗 也可能15 因为那个就用了一点 嗯 可以吗 行 好 现在我尝一下 跟那天的味道 有没有差别啊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嗯 这个肯定隔多了 姐姐 不多 好吃吗 好吃吗 还行 越吃越上眼 这个 就感觉不对颅 稍微再用一点就好 我还不会用快 很辣 我那天吃里边还有菠萝呢 但是拌的菠萝 我不太喜欢吃 第一次知道水果还能这么吃 我那天吃这个 我说是云南的特色 然后有一个朋友在下面留言说 他去云南旅游什么就没吃到 就没见过 如果有云南的朋友帮我解释一下啊 这个是不是在你们当地是一个特色 我知道在那个 海南那边把那个芒果 那人就不拌了 在辣椒 在辣椒那吃 那不是一样吗 那你就是拌的吃 你哥就死在了 他们在人吃辣椒 他们是把那个整个的里子敲碎的 然后拌这个 这是我们俩的午饭 开下的料理 我们下来的料理